各位老师好,我是TWIC推课到台湾课程组的林维婷 我与另一位伙伴林婷宇会分享过去几年来志工与老师们合作的案例 老师们可以根据这些案例来做更进一步的课程规划参考 相信老师们之前在报名的时候已经在表单上面填写了初步的课程设计规划 那在实际上接受到每何结果通知信的时候 就可以实际上根据被媒合到的志工 他的国籍、他的背景和他的兴趣来做更进一步的规划 过去我们在实际工作坊都会介绍这个课程规划的架构 首先就是志工进班前 老师可以让学生对于志工本身、他来自的国家 还有他讲探讨的主题有初步的了解 这样子学生在实际上听到志工的分享的时候 才不会感觉到太陌生 那在进班的时候呢 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活动跟任务 鼓励学生跟志工互动 这样子学习效果才能够最大化 那志工分享之后相信学生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跟很多的问题 老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带领学生去做一些反思 例如志工他会分享到他自己国家的一些现况 那这个现况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全部吗? 那他自己在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会有一些他自己主观的诠释呢? 这些都是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那我主要会介绍的是金美女众的案例 婷宇会介绍的是政大附中国中部的案例 首先是来自印度的志工Shraj 他在金美女众分享的案例 那这个分享案例其实为期三周 那这三周并不是每一周的课程都在分享 而是老师在志工进班前就已经在做规划了 首先第一周就是介绍志工跟收集学生的意见 老师在系工进班的前两周 就已经先跟学生预告说 我们下两周会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志工 他要来进班分享 那他就开了一个Google表单 想要询问学生对于哪些主题比较有兴趣 那例如里面有节庆啊 饮食 文化竞技 教育体系等等 那我们在这边建议老师们可以选三到五个主题就好 因为对于一节课的分享来说 三到五个主题就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我们如果要让学生有深入的学习跟理解的话 这样的数量其实是比较适中的 那接下来收集完学生意见之后 就可以跟志工进行沟通了 那在这边我们会也是建议老师尽量与志工的能力 跟他的兴趣和他的意愿为主 毕竟他们都是无常来做分享的 那有一些主题可能志工他可能不太了解 或是他没有意愿想要分享的话 我们还是尽量能够尊重志工的意愿 好 那在进班前老师一定要先看过 志工他所准备的资料 例如说这个简报里面的分量 是不是适合一节课的分量 那里面所提到的主题跟运用到的单字 会不会对于现阶段的学生来说会太难吗 那老师们也可以再进一步跟志工做沟通 请他在适度的修改 或者是老师在志工分享的时候 也可以在旁边协助 例如说做翻译等等 那我们也可以鼓励老师在志工分享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桥段 也可以录音 然后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会在我们官方的粉丝专页上面分享 让更多的人看到 那这个片段就是 Swarge在教学生他自己的语言 就是Hindi 印第语的片段 好 这个就是金美女中的案例 各位老师们好 我是推课到台湾课程组的伙伴林婷宇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政大附中国中部和印度志工 MENU合作为期大约一个月的主题课程 这个课程的安排大约有五周 我们从收集印度的国家资讯开始 以及接下来四周的报告准备还有练习 到最后一周志工正式进班 每一周的课程主题都不会占用到所有的上课时间 而是利用当周第一节英文课 大约20分钟的时间做简单的教学指引 而之后的各节课则预留五到十分钟让学生讨论 这样一来老师并不会花费所有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而同时亦能兼顾平时课程的进度 还有这样子额外补充的活动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周 老师怎么带领同学搜集国家的资讯 老师在第一周的第一节英文课发下了学习单 花十分钟介绍这一次志工的背景 而学习单上的题目则包括了印度的地理位置 关于印度的印象、资讯 以及想问志工的问题作为回家作业 第二周开始 老师结合了国一课本内关于食物的单元 决定以台湾美食作为主题报告 进班时让同学们介绍给志工厅 老师将学生分成四组 并让各组自己决定想要报告的主题 包括了节庆食物、怪蛋美食、夜市美食 而同时也结合了社区的特色 让同学介绍木榨当地好吃的东西 选定主题之后呢 老师让同学们利用该周每次上课所预留的 十分钟时间进行讨论 最后产出了各组的文字报告 完成书面的文字草稿后 接着第三周进入了各组简报的制作 老师呢 于当周第一节英文课 介绍简报制作相关的技巧还有方法 包括图片以及文字的比例 并且让各组利用课后的时间完成 于指定的时间内交给老师 做最后的检查还有修改 画面中老师们看到的便是这次同学们的作品 志工进班前的最后一周 老师引导同学们报告的技巧并且进行练习 包括如何克服上台的恐惧 肢体的表现 眼神的交流以及语速的练习 同样呢老师利用该做的课堂 预留了一些时间 让各组的同学可以做这样子练习 对于国一的孩子们来说 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挑战 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上台 这样子用英文的报告 所以事前的准备和练习对同学们来说 是一项非常重要建立信心的时候 最后一节的课程也就是志工进班的时间了 第一节课呢 由来自印度的志工Menu 介绍了关于印度的文化 同时搭配第一周的学习单 由Menu为同学解惑 关于印度的大小事 画面中就是这一次的印度志工Menu 正在教导大家 他们的打招呼方式 Namaste 而这次的分享 Menu也准备了他旅行各国的钞票 和同学们分享 第二节课则是各组同学们精彩的报告了 介绍台湾的食物给印度志工Menu听 而Menu也从同学们的报告中 认识了许多台湾特别的食物 这样子的课程安排 对于国中的同学们来说 的确是一项不容易的挑战 但透过志工给予同学们直接的鼓励 双方达到了更有意义的交流 就有同学在事后跟老师说 这是他第一次上台用英文报告 并且是用英文报告给外国人听 虽然他的英文讲的并不是很好 在台上呢也有点紧张 可是他看到印度志工Menu 对他报告的主题 对他提到的食物非常的感兴趣 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感动 以上是和老师们分享的两个实例 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班级 和志工讨论最适合的合作方式 一起期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举办工作方面对面的讨论 但我们仍然非常欢迎老师们 在我们的脸书社团里 分享自己的教学设计 一起交流和学习 愿��ий 小 楽 游ri 好 一个 感谢观看